民众一早来到海边玩水却扑空 因为大五轮沙滩还没正式开放 为了加强水域安全措施 是否紧急将大五轮沙滩封闭 一个礼拜 预计21号中午就会重新开放 到时候这些封锁线就会全面拆除 会重新检视沙滩上所有救生安全细节 因为10天前的溺水意外还历历在目 因为12号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三起溺闭意外 当天中午以及下午有两名男子死亡 晚上则是一对妇女溺水 女儿送一获救 父亲则是宣告不治 尽管基隆市府已经紧急宣布 关闭大五轮海滩以及朝进公园一周 但仍然还是有不少民众跨越封锁线 在沙滩晒太阳 水域安全在升级包括警戒线 拉近离岸55公尺 若民众跨越最重可开罚5万元 救生员部分不管平日或是假日 通通从两人升级到四人 也会扩大执勤范围 另外曾审救护设施 若不幸发生意外 第一时间现场能够及时处理 但封闭一周进行改善 也让周边店家完全无法营业 引发民怨 完全没有人 你怎么做生意跟谁做生意 你都快吃土了 我们贷款那么缴 大五轮沙滩接连发生溺水意外 加上阵风农历七月 难免让民众心驾驾 事不祭出新措施 就盼能够即刻亡羊补牢 新新闻市优委张姐来采访报道 今次期待的小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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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转发生意外